与严成旭密会后返台 林志玲玩到感冒台湾女神林志玲 上周到马来西亚出席活动后 经报与严成旭世纪复合 分手11年后再续未了情 昨晚16日 林志玲享受完与爱郎的温馨 假期后低调返台 不过全程未见严成旭的身影 林志玲戴上扩边太阳帽 黑超费短裙 外穿粉红长旅现身台湾机场 为了避免记者追问现实的感情状况 有助力不出 机场先行四处打探一番 确认安全志玲姐姐 才离开禁区范围 急不往乘车区预备离开机场 虽然志玲姐姐非常小心 不过最终都被媒体捕获 记者上前拍照 石志玲姐姐显得有点惊讶 被问在马来西亚度假是否开心时 她挤露出可爱的笑容回答 还好 被问及语言程序复合仪式时 她急说 谢谢 感情是不再回应 未免记者在追问 她更何时说 不再回答感情问题 谢谢 之后她边说谢谢边 往路边等候前来接载的汽车 谈及工作 她表示顺利 由于经常要在大陆工干 她已希望有机会回到台湾开工 被问为何伤线变得柔弱 原来林志玲患了感冒 当在追问感情事实 汽车刚到 她上车后向记者送上 回眸一笑便离开